电影《一代宗师》中张震饰演的角色 精通八级拳 只用手肘一顶就能把对手弹飞 但是可别以为这只是电影桥段 真实生活中八级拳可是禁剧交战的强大拳法 比划没两下就被重摔在地 看起来轻松写意 但是八级拳讲求的就是迅速使劲 达到击退对手的功效 八级拳之所以取名为八级 指的就是身体上的头肩 肘手 尾胯 吸足等八个部位 发挥到极限 能够近距离使劲 而且近身接触时不容易被察觉 因此是总统侍卫队毕学的拳法 那那位这些人 他们在使用八级拳的时候 比较不会露出像外面使用拳打脚踢 那么难看的场面 所以我们的内卫会比较喜欢练习这套八级拳 为了保护援手安全 尤其在人多推挤的地方 利用八级拳除了可以迅速隔开援手和民众 必要时候甚至可以利用关节处鱼衣打击 从清末溥仪到毛泽东再到蒋经国 不同时代却都是同样的选择 也不难看出八级拳低调却又杀伤力大的特性 记者也加明吴兴俊台北报道